發言被斷章取義拿出來做攻擊 那我在這裡也還原一下當初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其實說實在的現在整個台灣最關心的就是說 什麼時候呢我們能夠再回到二級警戒 那讓我們很多的服務業的做餐飲業的很多基層的小市民 可以稍微喘口氣 因為大家現在都可以看得到 其他縣市大概都已經達到了回到二級的條件了 不過因為呢為了怕雙北的疫情會再蔓延 所以呢只好就是說全國還是一致維持三級警戒 所以現在的一個重點是說 我們雙北尤其是台北市 這個到底怎麼樣能夠把防疫做得更加的徹底 那協助我們全國能夠早日的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講說 這個很多時候我們台北市政府有必要要來檢討自己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從進入三級警戒一直到現在 市府有非常多的缺失 那我們一直不斷的向上的反應呢 都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快的 比較明確的回覆 那比如說像以台北市來講 有很多的地方從疫情一開始 我們的人流的管制 包括呢傳統市場的人流管制 都落後其他縣市好多一段好長一段時間才開始做 那也包括了我們現在的疫苗施打 其實整個的亂象重生 那還有甚至台北市還傳出全台灣最大的疫苗特權施打的事件 這些的種種其實呢 作為一個議員 我看到除了我之外 很多的同事 都一直不斷的跟市府提醒 甚至事前就提醒要來做改變 不過市府都沒有聽到 那你看到的是市府在記者會上 還經常的卸責 還經常的要求別人 要來為市府的錯負責任 甩鍋給基層的鼓掌 甩鍋給中央 那這樣的態度當然我們一定會很擔心說 能不能夠把這些既有的缺失 做起來 補起來 那你趕快讓我們全國能夠 回歸到一個正常的生活 雖然我是台北市議員 但是我也不能夠只想到台北市啊 雖然我是台北市議員 我應該也要為全國基層的民眾 來請命 尤其是台北市的疫調跟匡列 從進入三級警戒之後 就一直做得很不確實 我接到了很多陳情案裡面 已經有確診者 他的密切接觸者 甚至是到了超過一個星期 超過九天之後 才接到隔離的通知書 那我們實際上也看到很多縣市都有 從台北市感染確診之後 回到他的縣市之後 在他的縣市產生群聚的案例 那所以回歸過來 其實全國大家講同島移民沒有錯 那在同島移民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更努力的 把我們自己來做好 那為了全國的基層民眾 尤其是市政府 就不要每天在那邊推卸責任 把該補的洞都補起來 那早日的讓我們全國 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其實說實在的 大家每個人講話 當然都要接受公平 所以我也要接受公平 沒錯 不過大家可以去看看完整的 一整段的發言 你就會知道 我的意思呢 絕對不是要責怪台北市民 其實我要講的東西很簡單 台北市政府在防疫的工作上 有很多的漏洞 那全國的民眾 都在因為這些事情 而一起承擔後補 那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不要再那麼蠻憨 趕快把我們指出的漏洞 都把它補起來 那我們不要本位主義 凡事都只想到台北市 我們也要想想看 其他縣市的需求 那大家一起實踐同島移民 這句話 不是要別人為我們犧牲 而是要我們自己 也要為了大家 為了全國的民眾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